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,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,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我妈得了重病,需要骨髓移植,只有舅舅配型成功,舅舅在病床痛哭流涕解。 我一定救你,可扭头却拿走了我妈的救命钱,并拒绝捐献骨髓。 我听见他和舅妈说,他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,我就他干嘛,我又不傻,妈妈在我眼前一点一点死去。 十五年后,舅舅的儿子得了和妈妈一样的病,唯一配型成功的人是我,接到舅舅电话时,我和我爸刚到墓园,准备给我妈扫墓。 笛笛,我是舅舅,舅舅的声音慌里慌张的,笛笛你在哪儿,舅舅想你了,你回家看看吧。 我掀着眼皮,看了一眼长满杂草的木,心情复杂,握着电话的手控不住地颤抖。 见我没吭声,舅舅自顾自地又说,你爸也是。 带你一走就是十几年,舅舅和舅妈天天都想你,尤其是你舅妈,想你都想得病了。 你回来看看他吧。 舅舅,我问他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 舅舅想也不想,就回答,当然记得呀。 今天可是个天大的好日子,每年我都庆祝呢。 十五年前的今天,医生说你舅妈怀孕了。 哎呀,嫡嫡你是不知道,你就妈生了个大胖小子,虎头虎脑的,可爱极了。 她天天说,要找姐姐呢,你赶紧回来一趟吧。 我浑身恶寒,恨意在胸腔里肆意窜多着,我赤红着眼盯着我妈的墓碑,一字一句地道,今天是我妈的忌日。 电话那边瞬间没了声音,几秒后,电话挂断了,我冷笑一声,不过没关系。 他还会再给我打的,我和爸爸用提前带来的镰刀,将木周围的杂草,都清理干净了。 我爸拿着泛黄的帕子,小心翼翼插着墓碑上的照片,他的眼角红了,我也哭了,照片上的女人,嘴角微微上扬,笑得那么温柔,那么美,她却死在了亲弟弟的贪婪和自私中。 十五年前,我妈得了白血病,舅舅是唯一配型成功的人,我跪在舅舅面前,哭得几乎快要说不出话了。 求你了舅舅,你舅舅我妈吧,我妈以前那么疼你,姥姥姥爷走得早,是我妈把你养大的,她饿得前胸贴后背,却让你顿顿有白米饭吃。 你没钱读书,是我妈卖鞋打工供你上学,给你买房娶媳妇,这些年,我妈对你掏心掏肺,宁愿我和我爸受委屈,也不会委屈你一下。 我妈她快死了,只有你能救她了,舅舅我给你磕头,你救救她吧。 走廊的尽头,冷风从窗缝灌进来,只有十二岁的我跪在舅舅面前,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,死死抓着舅舅的裤腿,舅舅却是一脸为难,迪迪舅舅本来是要救你妈的,可他们都说捐了后身体会有后遗症,我要是有个什么事,你舅妈怎么办?你得让我给你舅妈留点保障吧。 我听明白了,她还惦记着我家的房子呢,我爸毫不犹豫,把家里的房子过户到了她的名下,可她扭头就反悔了,我听见她和舅妈说,房子到手了,她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。 我救她干嘛,我又不傻,她和舅妈带着房产证连夜消失了,我妈似乎感觉到了些什么,下半夜的时候就不行了,她在我怀里,身体一点一点变冷,准备下山的时候,舅舅和舅妈姗姗来迟,一大早就想着来给姐捎点纸,结果有事耽误了。 舅妈,舅妈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妈幕前,装模作样地祭拜。 如果不是十五年那个冬天,我亲耳听见她和我舅舅说,你姐多大的脸,还想让你捐骨髓救她,她一个女人,早早死了是她的福气。 我一定会被她感动到,十五年里的每个夜晚,我都被恨意折磨得痛不欲生,姐啊你走了十五年,弟弟,想你啊弟弟,这心难受,舅舅痛哭流涕,述说着对我妈的思念。 绝口不提当年她是怎么出尔反尔,给了我妈活下的希望,又亲手打碎的是,如果不是我爸拦着我,我早就用手里的镰刀砍死两个人了,两个人眼够了,一左一右围住我,虚寒温暖着。 这么多年不见,弟弟长这么大了,和我姐长得一模一样,一样漂亮,有对象没有,舅舅虚伪的嘴脸,让我恶心地想吐。 舅舅有什么话直说吧,我舅舅这个人,用我爸的话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,他每次来我家都是有目的的,不是想借钱,就是闯祸了,想让我妈给他擦屁股。 我妈死后,我们家也算是和他撕破脸了,十五年,他都没给我妈扫过目,知道我回来了。 却这急忙慌地跑来,舅舅舔着脸,有些尴尬,有些犹豫,隆隆他就是你表弟,他生病了,我又不是医生,找我也没用,我甩开舅舅和舅妈的手,晚上我爸的手臂,冷着脸看着他们, 还是说你们想借钱,可是亲爱的舅舅舅妈,十五年前,你们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留给我们,就把我们赶了出去,舅舅和舅妈的脸色越发难堪了,连说是误会敌地,走吧,一会赶不上飞机了。 我爸催促我,这些年他对舅舅的恨一点也不比我少,他只是不想连累我罢了敌地,你舅舅你表弟吧,舅妈突然冲过来跪在我面前,敌地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,舅妈求你救救他,只要你肯救他,舅妈什么都答应你。 舅舅迟疑了一下,也跪了下来,不疼不痒地扇了自己一巴掌,我知道我对不起我姐,可我也是没办法,再说了,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,你就看在龙龙是老宋家唯一的根,你给他捐骨髓救救他吧。 妈妈静静躺在墓里,也不知道,能不能听见舅舅和舅妈说的话,想我救他,也不是不可以。 我低头迎上二人欣喜若狂的视线,笑了一下后,又看向他们身后的墓碑,如果我妈同意,我就捐我妈死了,死了整整十五年,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开口说话,看着舅舅和舅妈的脸色,一点一点冷下去。 我心里出奇地痛快,龙龙是个好孩子,就是可惜有对人渣父母,你怎么说话那龙龙,哪里对不起你了?你要逼死他,你还有没有良心?我看你是读书都读狗肚子里了,活该你妈死得早,不然早晚也被你气死,舅妈装不下去了。 指着我鼻子,妈你把人命当成什么了,多金贵一条命,你说不救就不救。 你桑尽天良啊你,我困惑轻语着,是啊,一条人命,怎么能说不救就不救了呢? 舅舅羞愧地低下了头,迪迪,去看看龙龙吧。 我突然打断舅舅的话,他和舅妈以为我改变了主意,忙不得带着我和我爸去了医院,看着已经翻新的医院。 我爸叹息了一声,你妈就是在这家医院走的,舅舅和舅妈的心头,仿佛被蒙上厚厚一层阴霾,静静出出的人,眼中都黯然无色,压抑得好像死亡随时会降临。 在狭小拥挤的四人间病房里,我看到了龙龙,许是冥冥之中有缘分,龙龙睡的床位也是我妈妈当年睡过的。 龙龙问我,北京好不好,我告诉她,很好,她如古井般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,我喜欢北京,等我病好了。 我要去北京,我要当飞行员,我妈也喜欢北京,我盯着她的眼睛,一顺不顺地看着她,她好像明白了些什么,想说些什么,张了张嘴后又什么都没说,我问她你是不是想说, 你们可以一起去北京,隆隆微微点了点头,我笑了笑,可是不行了,她死了,十五年前就死在你睡的这张病床上。 如果飞说我妈是个伏地魔,不如说她是个苦瓜,姥姥姥爷去世得早,生下我妈和舅舅,姐弟俩相依为命,年仅十岁的姐姐,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七岁的弟弟。 妈妈说舅舅对她很好的,她小时候被邻居欺负,舅舅会奋不顾身冲过去,把对方牙齿都打碎了。 她上山割株草,掉进别人设的陷阱里,舅舅用瘦弱的身体,劈了全身力气把她救上来。 她被差点被人拐走做童养席,舅舅拿着砖头把对方开了瓢,再后来舅舅高中毕业后进了厂子,拿的第一份工资是给妈妈买了条红色的连衣裙,那条裙子妈妈一直珍藏着,不舍得穿。 我问过妈妈,那舅舅是什么时候变的呢? 妈妈虚弱地靠在病床上,看着窗外纷纷落叶,久久未回复我,待我再问时,却发现她早已经泪流满面了,我便什么也不敢问了。 过了很久,妈妈又开口嘀嘀,以后考北京大学好不好,带妈妈去看看北京,看看故宫,看看长城。 好,我带妈妈去北京,妈妈强忍着眼角的泪光,笑着抚摸我的脸庞嘀嘀,妈妈对不起你,再后来癌细胞扩散,妈妈变得口齿不清,只能看着我和爸爸默默流泪。 我不知道,当初她知道她最疼爱的弟弟,不仅见死不救,还骗光了爸爸手里的钱是什么感觉,有没有后悔? 可是我后悔了,我应该早点回来的,爸爸被舅舅缠住了,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人,舅舅跪在爸爸面前姐夫,我求你了,你劝劝迪迪好不好,现在只有迪迪能救龙龙了,迪迪做姐姐的不能见死不救啊。 姐夫我给你磕头行不行,只要能救龙龙,你让我去死都行,舅舅砰砰磕了好几个响头,把额头都给磕出血来了。 爸爸被来来往往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,议论纷纷,指指点点,却始终沉默不语,龙龙才十五岁啊。 他那么小,他还想读书,还想去北京,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,我问过医生了,捐骨髓不会对迪迪的身体造成影响的。 我保证,迪迪做完手术后的费用和生活费,我全出。 姐夫我姐在天之灵,知道龙龙病了,他得多心疼啊。 我穿过人群站到爸爸身边,爸爸拍了拍我的手,对我摇摇头, 爸爸,给你带了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小馄饨,趁热赶紧吃。 好,我挽着爸爸的臂弯准备离开,舅舅却又冲了过来迪迪, 你妈要是知道你见死不救,肯定饶不你。 舅舅一脸坦然地提起我妈,让我有一种他不曾对不起我妈的错觉。 我停下来,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我刚刚和龙龙聊了很久, 他说他喜欢北京,我说我妈也喜欢,他说要和我妈一起去北京, 可我告诉他不行,他问我为什么,舅舅瞬间紧张起来, 你和他胡说什么,他十五岁了,却不知道自己的姑妈早就死了。 可见,这些年,你们根本就没有提过我妈, 也对你背信弃义,骗走房子后反悔不给我妈捐骨髓, 害得我妈在我怀里一点点死掉。 你怎么敢提舅舅?厚颜无耻,大人之间的事情和孩子无关, 你不能因为我姐的事情,就对龙龙见死不救。 你瞧他也知道这是见死不救,可当初他怎么就忍心见死不救呢? 父债子长,天经地义,你就没想过,龙龙生了和我妈一模一样的病, 难道不是报应吗?你做的孽,十五年后报应到了你唯一的儿子身上, 瞧老天爷是公平的,舅舅恼羞成怒了, 他冲过来想要打我一巴掌, 却狠狠落在了挡在我面前的龙龙身上, 龙龙舅舅立马紧张起来。 你冲过来干什么?你身体本来就不好,赶紧回病房去。 龙龙却反问爸,他说的是不是真的,舅舅沉默了。 沉默就是默认,龙龙一脸死灰色爸。 你怎么能那么残忍呢? 爸当时就想着,给你妈和你一个保障, 再说了,就算我捐了,我姐也未必能火。 所以,就算我捐了,龙龙也未必能火。 我把化缘路奉还舅舅,还要来打我, 又被龙龙拦住了,虚弱的龙龙红了眼睛。 一米七多的大个子,却格外单薄, 一副随时都会死去的样子。 那就不布,一点也布, 刀子搁在自己身上的时候,未必知道痛。 可搁在他最在乎的儿子身上, 他才会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。 听说龙龙陷入了昏迷, 一生下了病危通知书,爸爸沉默着。 我问爸爸爸爸,你怪我吗? 毕竟,龙龙也算是无辜的, 爸爸却摇摇头, 想了你舅舅的福, 就得受你舅舅做的孽。 无辜的人,从来都是你妈妈。 爸爸说完,变红了眼睛, 妈妈走的这些年, 她一直都表现得很坚强, 从不在我面前, 表示出任何的脆弱和思念。 可我知道,爸爸思念成疾, 若不是为了我, 他怕是早早就去陪妈妈了。 我握住爸爸的手吧, 我必须给妈妈讨回公道, 你大了想做什么就去做吧, 爸爸都支持你, 我的眼眶也忍不住湿润, 我像小时候那样, 靠在爸爸的肩头, 声音哽咽着, 爸爸,我想吃红烧带鱼了。 爸爸恩了一生等回北京, 爸爸给你做, 以后只要你想吃, 爸爸就都给做。 红烧带鱼是我和妈妈最爱的一道菜, 亦是爸爸的拿手菜, 但妈妈去世之后, 我和爸爸心照不宣的, 再也没有提起过这道菜, 隆隆被抢救了过来, 医生说, 骨髓移植破在眉睫, 不然就真的回天乏树了, 舅妈一夜之间白了头发, 舅舅的腰再也没有挺直过, 鞭子打了自己身上, 才意识到有多疼, 可惜一切都晚了, 我冷眼旁观着, 我深知舅舅和舅妈的性格,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, 果不其然, 舅舅拿来了房产证, 他又跪了下来, 这次他既卑微又诚恳敌敌, 这是当年我从你那骗走的房产证,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过户, 当年是我畜生, 我不该骗你, 不该对我姐见死不救, 我知道我罪该万死, 可舅舅真的求你了, 舅舅隆隆吧, 舅舅哭着哀求的同时, 还拿出了很多奖状, 你看这些都是隆隆的, 他学习真的很好, 很好, 舅舅的眼泪一颗接着一颗的掉落, 在隆隆的奖状上, 舅舅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几个字, 演绎得淋漓尽致, 可惜我是个冷血的人, 我如愿拿回了房子, 爸爸一遍又一遍, 翻看着写上我名字的房产证, 一往昔着, 当年我和你妈妈为了能让你出生后, 我们一家三口能安稳下来, 没日没夜地工作, 我去工地给人抬钢筋搬水泥, 你妈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走街串巷, 卖着小百货, 就这样一点一点攒出钱买了房子, 你妈妈说小公主都喜欢粉嫩嫩的, 所以你的房间刷了粉色的墙, 买了粉色的床, 就连你用的洗脸盆都是粉色的, 爸爸越说越心酸, 我越听越难过, 舅舅骗走房子后, 重新装修了房子, 早也就不复当年的模样了, 更没有了我们一家三口生活过的痕迹, 爸爸把舅舅揍了一顿, 他指着舅舅沉建成你对不起你姐, 骂完之后又疯狂扇了他好几个巴掌, 仿佛要把这十五年来, 积压在心头的怨恨都发泄出来, 舅舅任由爸爸怎么打都不还手, 他或许期待着爸爸发泄完之后, 就会劝我给隆隆捐骨髓, 毕竟在他心中我爸爸是个好老人, 可这一次我不一样,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, 爸爸不会再当老好人了, 滚,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我, 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, 舅舅被打成了猪头, 他抓着爸爸的腿, 姐夫房子还给你们了, 你打也打了, 也解恨了, 您劝劝弟弟吧, 以后我做牛, 做马报答你们, 舅舅开始了新一轮的道德绑架, 爸爸依然心硬如铁, 自作孽不可活, 你心疼你的儿子, 我也心疼我闺女, 今天就算是你死在我面前, 我也不同意的, 舅舅真的去死了, 只不过他拿着手机跑到了我妈的墓前, 一边开着直播, 一边卖惨,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, 我害死了我姐姐, 我死而无怨, 我只求我死后, 姐夫你原谅我, 罪不及妻儿, 隆隆是无辜的, 姐夫你就劝劝弟弟吧, 我问过医生了, 捐骨髓不影响身体健康的, 但能救人一命啊, 姐姐,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, 错了, 你生前那么疼我, 你早就原谅了我, 是不是, 你要还活着该有多好啊, 姐夫就不会那么欺负我, 隆隆也不会病成现在这个样子, 坟头自杀, 骨髓捐献, 但拎出来一个都能上热搜, 更何况是三个叠加, 直播间瞬间涌进几十万人, 妈呀, 头一次看见坟头直播的主打一个刺激, 什么意思呀, 我听着是博主害死了姐姐, 现在又哭着求姐姐原谅, 早干嘛去了, 人都死了, 要自杀就赶紧的呀, 磨叽什么, 我听明白了, 是博主的儿子病了, 想要他姐夫的女儿捐骨髓, 但人家不愿意, 搁着道德绑架呢, 不是吧, 救人一命, 圣造七级浮屠, 为啥不捐, 就是啊, 捐骨髓而已, 又不是割肾, 都是亲戚, 至于这么冷血吗, 等等, 我吃明白了, 家人们, 博主当年不仅拒绝给他姐姐捐骨髓, 还骗走了人家房子, 现在报应到自己儿子身上了, 真的假的, 如果是真的, 那博主还是去死吧, 谴责舅舅的话刷满了屏幕, 舅舅见识不好, 便拉黑了几个说出真相的网友, 本来还有网友支持他, 可他这一番拉黑操作, 反而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, 要不怎么说这届网友不好糊弄呢, 真是什么陈年就瓜都能挖出来, 更有甚者, 连当年我大冬天跪在走廊求他的照片, 都有, 网友说这是当年在医院不小心拍到的, 我记得当时, 小姑娘声泪俱下的求男人舅舅他妈妈, 男人没有立马答应, 反而说自己老婆怀孕了, 要有什么保障之类的, 如果楼上是说真的, 那么所谓的保障就是人家的房子, 舅舅并非真心要自杀, 可网友这么一弄, 他反倒有些无法收场了, 眼看着要天黑了, 网友纷纷喊话, 让他快点, 舅舅尴尬得不知所措, 舅妈及时赶到, 他痛哭流涕了一场, 舅舅顺坡下驴, 说自己一时冲动对不起他们母子俩, 二人又上演了一出深情的戏码, 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到了医院, 却发现隆隆失踪了, 隆隆坐在天台上, 身后便是三十多层的深渊, 他的双脚搭在外面, 脆弱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下去, 舅舅和舅妈崩溃了, 二人跪在地上求他, 隆隆你下来, 有什么事和爸爸说, 爸爸都会满足你的, 舅妈几乎哭晕了过去, 隆隆你别怕, 你迪迪姐姐已经答应给你捐骨髓了, 你的病很快, 就会好了, 够了, 隆隆突然大吼一声, 你们别再骗我了, 也别骗我姐了, 舅舅和舅妈怕他情绪激动, 不敢再乱说话, 只是一个劲地哭解, 你来了, 我冷冷贴了一眼舅舅和舅妈, 想隆隆靠近, 舅舅和舅妈怕我会揭穿他们的谎言, 死死抓住我, 不让我过去, 舅妈甚至求我, 求求你了, 别刺激他好不好, 你要我的命, 我给你求你别伤害我儿子, 是他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的, 我推开舅妈, 眼神越发冰冷, 不想他跳下去就给我让开, 舅妈被舅舅拽开了, 隆隆看到我后, 情绪稳定了许多, 姐我还能叫你一声姐吗?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, 隆隆很开心, 常年被病痛折磨得黯然无光的眼眸, 此刻像坠落了星光一般, 姐对不起, 她和我说道歉,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办, 甚至内心闪过愧疚, 但很快我就把这个念头打掉了, 她不无辜, 无辜的是妈妈, 你找我有什么事, 难不成你想和你爸爸一样, 用死威胁我吗? 陈隆隆这辈子, 我最害怕的时候, 就是我妈死的那天, 她死了以后,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, 所以就算你当着我的面跳下去, 我也不会掉一滴眼泪, 你的威胁对我没有用, 我一次一次说出冰冷的话, 舅妈扑过来用力打我, 你有没有点人情味啊? 你逼死隆隆, 对你有什么好处, 事事对我没有一点好处, 她死了, 我妈也活不过来, 可我就是想让你们也尝一尝, 我当年的滋味, 可以说我桑尽天良, 也可以说我心狠手辣, 没关系, 随便说什么都好, 毕竟失去妈妈的人不是他们, 妈, 你别打姐, 隆隆开了口, 制止了舅妈, 她说妈姐没做错, 换做是我, 我也不捐, 隆隆妈, 你爱我吗? 爱, 妈妈当然爱你了,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, 隆隆笑了, 我也爱妈妈, 舅妈欣慰不已, 泪眼婆娑, 那你掀下来好不好, 别吓唬妈妈了, 妈妈受不了, 隆隆却没有动, 她笑着看着我, 可是姐姐的妈妈也最爱她, 她也爱她的妈妈, 舅妈愣了一下, 彻底崩溃了, 舅舅也愣了一下, 她不似舅妈那样, 疯了一般, 拿头撞墙, 她只是沉默着, 没有人知道, 她心里在想些什么, 别再逼解了好不好, 我不知道今天的事情, 究竟是隆隆的苦肉计, 还是她真心想和我道歉, 但都不重要, 无论他们一家三口做什么, 我都不会改变主意的, 舅舅自导自演地直播自杀, 并没有给她带来同情, 反而是精明的网友戳穿了她的虚伪, 看清楚她的目的, 纷纷骂她忘恩负义, 骂她罪有应得, 更有甚至会给隆隆寄一些脏东西, 骂她怎么不早点去世, 舅舅舅妈崩溃, 日日夜夜以泪洗面, 隆隆的病情开始加速恶化, 就连医生都隐晦地说, 骨髓移植已经没有用了, 可舅舅和舅妈依然固执地认为, 只要骨髓移植了, 隆隆的病就会好, 哪怕他们已经倾家荡产, 甚至连住院费都交不起了, 他们去求基金会, 网上各种发帖求人, 但唯独不再提起我, 他们好似真的忘了, 我真的那么容易放弃吗? 并没有, 沉默只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, 在隆隆又一次下病危通知书时, 舅舅绑架了我, 他把刀抵在我脖子上威胁, 我情绪激动不已, 拿着刀的手不停地颤抖, 他恐吓着的同时又有几分哀求, 说你答应给隆隆捐骨髓, 说刀子架在脖子上, 我明明应该很害怕的, 可舅舅的疯狂却让我出奇地冷静, 杀了我又能如何呢? 隆隆就能得罪了。 舅舅, 哽咽不已, 我没有要杀你, 我就是想求你舅舅隆隆, 我知道你恨我, 恨我没有救你妈, 可是我已经知道错了呀, 我姐说过, 知错能改, 善莫大焉,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, 照须我是你舅舅啊, 你原谅一次你舅舅不行吗? 不行,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,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, 15年前那个冬天我失去了什么, 不只是妈妈, 还有对人性的善意, 以及我的良心, 我可以漠视地看着陈隆隆去死, 就像当年你漠视我妈妈去死一样, 你知不知道, 我妈妈死的时候眼泪都没干, 她想不明白, 为什么她疼大的弟弟会那么对她, 舅舅的手颤抖不止, 连刀几乎都要拿不住了, 我想她或许真的不是想杀我, 这只是一个为救儿子又无能为力, 被逼走投无路的可怜父亲最后的挣扎, 我也挣扎过, 我知道有多痛苦, 能看到他和我一样痛苦, 就算死也算值得了, 你闭嘴你别说了, 我去死还不行吗? 我去地底下给我姐道歉, 求她原谅还不行吗? 赵迪你刚出生的时候, 我也抱过你, 你牙牙血雨时, 哪生哪气叫我舅舅我都记得, 我不是人, 我是畜生, 我不知道真的会有报应啊, 可是要报应就报应到身上, 隆隆是无辜的呀, 我冷漠地看着她, 忏悔或不及妻儿的前提, 是会不及妻儿, 显然沉隆隆不适, 她得到了舅舅百分之二百的宠爱, 按照当年舅舅的说辞, 她骗走我家的房子, 也是因为舅妈怀孕了, 她要给妻儿一个遮风避雨的家, 所以她怎么会无辜呢? 舅舅这些年你真的后悔过吗? 我问舅舅, 舅舅愣住了, 她看着我, 又好像没看我, 我看不懂她眼底的复杂, 舅舅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, 她便被警察带走了, 爸爸心有余悸地把我抱在怀里, 确定我没有受伤后, 才松了一口气, 爸爸说她买了机票, 要带我回北京了, 我说好回到北京后, 爸爸从熟人那知道了后面的事情, 舅舅因为绑架罪,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, 舅妈守着隆隆, 一天一天熬着, 不知道何日是头, 年底的时候, 我爸又带我回去了一趟, 去祭拜我妈的时候, 发现她的墓碑前, 摆放了她生前最喜欢的玫瑰花, 还有她最爱吃的饺子, 下山时, 我在车上发现了等公交车的舅妈, 她已经全白了头发, 面如枯稿, 勾搂着身体, 整个人老了不止十岁, 白雪纷飞, 她动得不停跺脚, 车子飞驰而过的瞬间, 她好像看见我了, 可我只是让司机开快一点, 至于隆隆, 听说她没熬过这个冬天, 回北京之前, 我去看了舅舅, 她看到我很意外, 又出奇地平静, 看来在这里, 她的罪孽得到了谅解, 那怎么能行呢, 她应该带着罪孽活一辈子, 杀人诛心, 于是我告诉了她一个秘密, 舅舅, 你就没有想过, 为什么远在北京的我, 却能和龙龙配行成功, 舅舅证了一下, 疑惑不定地看着我, 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你, 你, 我知道龙龙生病那天, 便特意去捐了骨髓, 连老天爷都帮我, 亲生父母都配不上, 天天我配上了, 舅舅瞬间红了眼睛, 情绪也变得激动, 你是故意的, 你是故意的, 对不对你, 怎么能这么做, 为什么你给了我们希望, 又亲自打破, 不对从一开始就是你的报复, 我笑了笑得很开心, 笑得眼泪流了出来, 是你先打破我和我妈妈希望的, 我仿佛又看到了15年前, 我跪在她面前, 苦苦哀求她的那个画面, 那天那么冷, 冷得我浑身发凉, 却远不及舅舅地拒绝, 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拒绝, 那我也不会这么恨你, 可你偏偏满口坚定地答应了, 你甚至是当着我妈妈的面, 亲口和她承诺, 会救她的, 你知不知道, 她有开心, 她说等她病好了, 她要给你包你最爱吃的虾仁饺子, 她说冬天了, 要给你的毛衣还吃好, 那年冬天, 妈妈靠在我怀中, 和我说了很多很多, 她和舅舅小时候的事情, 她说她没办法, 爸妈走得早, 她只能和弟弟相依为命, 她也想吃白米饭啊, 可弟弟那么小, 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她, 她就心软了, 可她等啊等啊, 等来的是你骗走了房子, 然后消失了, 所以你瞧天理循环, 报应不爽, 你儿子也没了, 他明明可以活的, 他和我妈妈明明都可以活的, 我说得痛快, 舅舅的脸色却愈发苍白, 他眼面痛哭, 可惜我早就不相信眼泪了, 带着对你儿子的愧疚, 好好活着吧, 活一辈子, 再后来听说舅妈死了, 她整日疯疯癫癫, 见到别人的家, 孩子就叫隆隆, 一开始大家同情她没了孩子, 可渐渐舅妈开始抢孩子了, 大家忍无可忍便报警, 警察知道舅妈的情况, 没办法只好送去精神病院, 在精神病院的日子又能有多好过呢? 某天夜里, 她偷跑了出去, 等在找到的时候, 人已经冻死了, 她手里还抓着儿子的照片, 舅舅出院后, 整日戒酒消愁, 总有人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她, 天桥底下的垃圾场, 医院旁边的小卖部, 墓地的山脚下, 她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, 时而糊涂时清醒, 糊涂时会和人说她儿子很有出息, 去北京上学了, 是飞行员, 清醒时又会说自作孽不可活, 做人要有良心, 在往后的几年里, 舅舅消失了, 是死是活没人知道, 我和爸爸在北京安了家, 他喜欢小孩子, 便去幼儿园当起了厨师, 也算是重操就业, 而我则朝九晚五, 继续做个苦逼的社畜, 我们都很努力地活着, 活着就好, 妈妈去世后, 虽然爸爸带我离开了, 他也劝我要放下过去, 要好好活着, 可我心里总是过不去这个坎, 我总觉得做错事情的人就得付出代价, 所以我就像个偷窥的小偷一样, 总是盯着舅舅一家, 暗暗期待着有一天他会得到报应, 丢了工作或舅妈出轨, 又或者出门被车撞死等等, 但唯独没想到会报应到陈隆隆身上, 他得了白血病, 和我妈一模一样的病, 都得靠移植骨髓活下去, 一种莫名的预感让我兴奋不已, 我去捐了骨髓, 期待着能和陈隆隆的配型成功, 或许真的是妈妈心有不甘, 我真的配型成功了, 那么多人, 只有我一个人, 乔时机, 这不就来了? 妈妈忌日前, 我和爸爸说, 我们很久没回去了, 去看看妈妈吧, 我知道这些年, 爸爸为了我, 一直把对妈妈的思念放在心里, 他比任何人都想回去看看我妈妈, 于是我们回去了, 妈妈的墓, 预料之中的荒凉。 他亲爱的弟弟, 这十五年来从未来看过他, 一次, 舅舅给我打了电话, 他求我给隆隆捐骨髓, 他跪着求我, 他终于也和十五年前的我一样, 体会到了什么叫悲痛欲绝, 十五年来的每一天, 我都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, 我被恨折磨得遍体鳞伤, 我怎么会轻易心软呢? 应该说我从没打算心软。 即便是见到了陈隆隆是个好孩子, 我依然恶毒地不想救他, 我故意让他知道, 十五年前他爸妈做了什么孽, 我就是要他内疚啊, 我错了吗? 或许吧, 但没人有资格批判我, 因为失去妈妈的人不是他们。